根据史书记载 唐高宗李治死后 武则天把占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金银 作为陪葬埋进了乾陵 而武则天死后 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 又把宫里面三分之一的财宝放进乾陵陪葬 根据专家推测 在乾陵地宫里 仅仅是珍贵文物的重量 很可能就有八百吨 如此数量惊人的财宝 这打主意的人还能够少得了吗 谈起最早打乾陵主意的人 要属唐朝末年的起义军首领皇朝 公元881年 皇朝带兵攻入长安 出动了40万人 将整个梁山从山顶挖到山脚 可结果连帝宫的影子都没看见 出动整整40万人盗墓 皇朝也是够狠的 但与另一个狠角色相比 皇朝就是土修建泰山 木匠建鲁班 这个人叫温涛 是五代十国时期的耀州节度使 由于当时的长安是耀州的地盘 胆大包天的温涛 在担任节度使的七年间 愣是把唐朝所有的皇帝陵墓 都挖了一个遍 所以有人称他为史上最大的盗墓贼 唐朝的十八座皇陵 乾陵是温涛最后下手的一座 之前他已经挖开了 十七座皇陵的地宫 但是面对乾陵他却束手无策 这是为什么呢 据传温涛曾三次上山 每次他的部队试图挖掘乾陵时 阳光明媚的晴天 突然间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温涛惊恐万分 慌忙停止挖掘带兵撤退 乾陵这才又一次逃过了劫难 民国初年 陕西军阀孙廉仲为了筹目军饷 想仿效孙殿英到东陵 而乾陵就是他锁定的目标 他派了一个工兵团 用炸药把乾陵炸了个遍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乾陵底宫 千百年来无数贪婪的眼睛盯着乾陵 使用了各种盗决的手段 全部都没有能够得逞 那么这个乾陵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人们为什么说武则天的乾陵 是史上最难挖的皇帝陵墓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对乾陵墓道进行了勘测 发现墓门及隧道内 全部是用石条叠气而成 并用铁锡腰嵌住 再用铁浆灌入石条和铁锡腰之间 墓道口全部是用 这种长方形的石条封住的 一块石条大概两吨重量 一层有四百多块 一共有三十九层石条 你要是想进墓门的话 必须先把几千块石条拿开 你才能看见墓门 但是要穿过多少道墓门 才可以进入灵寝室 谁也不知道 这乾陵帝宫 简直就是个固若金汤的地下堡垒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说 它是史上最难挖的皇帝陵墓的原因 在发现乾陵帝宫入口后 考古界最关心的 并非传说中的金银珠宝 而是一件神秘消失了千年的国宝 它就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蓝亭区 热爱书法的唐太宗礼市民 在当年也是王羲之的铁杆粉丝 几经波折 终于得到了蓝亭旭 那叫一个爱不释手 不但每天临摹 甚至睡觉的时候 都要把这副字放在枕头边上 李世民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将蓝亭旭和自己埋在一起 因此人们一直认为 唐太宗死后 蓝亭旭就作为陪葬品 被埋进了昭陵 可后来令人吃惊的是 这件国宝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被李世民带到底下